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赏金赛 F5对阵123的第一局上半场 那么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如果说关注牌位的应该知道了 这个天九是上赛季国服第一的约瑟夫 对面的话都是老面孔了 幻鹤小蝶杰克然后范天雷 开局第一个人找到了先知 这个刷点然后严小房去小门 还有机会 但是我们就看这边约瑟夫能找到几个人了 目前来看好像后面这一个蹲着的人 应该是有可能能找得到 但这边傭兵好像有意的来 保护一下这里的镜像 那这边开始找 刚才本来是有机会能看见的 但这一轮傭兵在你脸上跳 看见了 但这样的话打这一刀 这个人可能就挂不上了 看一下够不够最后的时间 不够 这一波有点亏啊 我感觉还是挂上会不会好一点啊 因为不挂的话呢 这个人是一个活动的 而且这把对面也是打得非常的针对啊 上来就掏了一个医生 医生加祭司这个摸血呢 真的是很快了 而且傭兵你打他这一刀的话 如果在普通的阵容当中 当然傭兵这一刀非常的严重啊 但是你打有医生的这个局的话 其实这一刀问题也不大 对吧 直接是可以被医生修好的 这里来追一个先知 感觉这把约瑟夫有点被针对啊 而且那一手 用兵这里的一个吸引啊 也是拖了约瑟夫很久的一个节奏 现在先知在这边6 对吧 你不交闪现 还不一定要打到我 对吧 你交了闪现 我还有鸟 这边能不能补一刀 好 一刀打上 先知 就凭刚才这一波绕 应该也是已经 吸了大概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鸟了 如果说后面要再补两刀 这先知可能有机会再吸出一只鸟 这边可能要闪现追刀 压过去往前走 先知这边的一个走位非常的灵活 前面一个翻板 但是由于约瑟夫闪现在手不太敢翻 那往里面绕一绕 拖一拖 待会要导一导 进向里面 补一刀 你要已经吸好了 哇 这吸鸟速度好快 难了 这把难了 因为你要追这个先知 花的时间太久了 而外面的电机几乎没怎么干扰 只是通过自己的一个镜像 来延缓电机的一个速度 其实打这个局不太够的 因为现在这个先知并不是一刀就倒的 他手上面有一只鸟的 然后他这边鸟顶上 对吧 再板子一下 再利用交互点跟你绕 你闪现已经交掉了 不太好抓 这边转牌 卡一手 但是先知没有上当 没有被骗过去 那这里可能要等到镜像结束 然后在这边一刀 这一刀非常的帅 但是刚才没打到 不过后面一刀补上来还行 这边就是等镜像结束的那一刻 镜像里面这块板子虽然下了 但镜像外这块没有下 所以说回到镜像外面真实世界的时候 这块板子是在的 这边先知那也没办法 你能切牌我又不能 我要能切牌我还能载6里 这一局打到这个点的话 觉得求生者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再加上外面有一个医生在 这个还是非常恐怖的 就是约瑟夫可以通 劣势的时候可以通过镜像 把穷者全部划烧 然后让他们救人出现困难 但是有医生这种局 就完全的可以规避掉这一点 让自己的本方队友 能够非常舒服的来救人 或者说非常舒服的被救治 现在还差两台机 两个洞一拉 这里是先知跑到10万8千里以外 要来追这边的祭司 那这波灌挂 其实对约瑟夫来说 就是只能是被动的等待电击的压好了 所以他这边是选择压出去 先拍照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能控一手电击 这里队友可能会找机会 再去跟医生碰个头 因为这时候求生者的节奏比较好 他们完全不用急 对吧 尽量的能拉扯就拉扯 能拖就拖 然后找医生 把所有的血线全部补满 慢慢的跟你约瑟夫号就可以了 这套阵容是不怕跟约瑟夫号的 而且这套阵容越耗到后面越厉害 因为祭司的洞待会还能蓄出来 先知的鸟 待会如果被补满了 血他还能再吸 对吧 都是一个可持续发展 低碳环保的阵容 这个阵容就是对吧 不会被消耗 消耗到后面对吧 你的技能会好 我的技能也会好 我的道具也能补 这边求生者开始补血 傭兵那边虽然说会倒地 把问题也不是特别的大 求生者慢慢的修 甚至可以多修个一两台机 作为一个后续的电击的一个支撑 万一约瑟夫手电击对吧 我还可以多修 提前先修起来 慢慢来 对吧 找一个安全的地点 慢慢拖 约瑟夫这把要做的 就是只能是想办法保平了 因为我觉得至少这种 再打下去没有太多的机会 永远这边倒地 能不能找到 转牌 通过耳鸣 这边有耳鸣 一转 回来 血线方面的话 还是比较健康的 特别这一个上过话的先知 对吧 先知这里完全不怕你 那约瑟夫这边闪现好了 看见一个半血的祭司 有一点点虎视单单 但问题是 你如果说上头去追这边的祭司 祭司 虽然说会倒地 但他是一个一挂 而中间的医生 可以把这台最中间的电击修掉 先知那边也开始再点一台 傭兵在地上慢慢躺着 对吧 医生电击修完以后 找这个傭兵把他一摸满 这个局又难打 还是非常非常不利 我们看一下这把约瑟夫 怎么来把这个局势挽回 目前我觉得他如果说想要挽回这个局势呢 就是找机会看一下能不能把这先知秒了 或者说镜像 把先知的镜像秒了 然后把镜像挂上 这样的话呢 一来他不能吸秒 二来呢 如果说找到了以后 直接是一个二挂 求生者就算来就有搏命 问题也不大 我开门战的时候 把这个先知对吧 抓飞了以后 再通过其他的技能 看看能不能再留一个 我觉得是目前来看 可能能保平的一个机会点 当然这个点也要看求生者 会不会给这样的机会 比如这先知六的好 吸鸟什么的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 还是看求生者 这边会不会出一些失误 让这边约瑟夫抓到了 那这里再打一刀 镜像刀 可能会挂上 双挂 这边是比赛暂停了 好像 那我们稍等一下 听一下这边的解说 怎么说 进入到里面是先知 那么直接为叛復 是的 这边的话直接是 这就是 先不说别的吧 先我们这次回 无上级瑟瑟夫 节奏真的非常难受 是的 重点就在于 这个阵容的核心 怎么就叛復了 那么由于就是 我们刚刚F5战队 范天雷德他的角色 去选错了 原本是选的是前锋 变成了一个先知 对 那么在这个 六的这么好 那么F5战队 在本轮本局比赛当中 直接为叛復 是的 而且是以5的分数叛復 是的 那选手还是要在选择的时候 哇 这惊天大逆转 规则是零加于一切之上的 是的 违背规则的话游戏可能就进行的不是那么顺畅了 是的 可能这就变成了一个 从一个可能会被打成四跑的局变成了一个死杀 挺难受的 因为这个 本来局势是非常好的 是的 而且打得非常的 精了 就可以说是求生者应对约瑟夫是完美的 对 没有出现过任何 好吧 那我们这场的视频就录到这边啊 其实重点 当然规则就是规则 这个东西可能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在 但是既然已经说出来 我们就去过多考虑了 不过这把真的求生者打得非常好 因为针对到了你这个约瑟夫 而且那张地图说实话 我之前在比赛解说刚才也讲过 就是红教堂这张地图 约瑟夫的发挥在比赛当中来看 几乎都是没有什么迎面的 那个就比较可惜了 当然后面还能打 我们稍微休息 看后面比赛 是